遠風哥 大家好 站在我旁邊這位帥哥是誰呢 就是我們遠風哥 就是我們探機科技的經理 我們產品的經理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就是請他帶我們來參觀 我跟你講 這個平常是國防機密 你看都看不到的 不要想的 今天看著我們遠風哥的面子 我們今天有機會 來參觀能夠來看到 無人機的機體實體的製作方式 他是不是要鼓勵一下 太厲害了 在全台灣 你不可能看到這樣的東西了 只有 加入中華科大的專班 才可以看到這樣的東西 好 我們先請我們的鏡頭 take一下繞一圈 這樣整個繞一圈 看一下 你可以轉一圈看一下 360度繞一圈 好 大家看到了嗎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 很多無人機的娘家 就在這裡 你可以 待會我們就會讓各位看到 他是怎麼樣 從一層布 開始變成是整個這個機體 好 尤其是我剛才已經介紹過了 我們現在的航空器 都要求怎麼樣 要這個輕 重量輕 然後 省油 因為重量輕 它可以 它可以負載的東西 就越來越多 就更多 這樣的話 它可以載很多的一些感測器 或者甚至武器都可以 好 那就可以去做更多 執行更多的任務 好 所以說 這個在無人機的製造上面 用複合材料的一個 這個製造的方式 是目前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技術 王道 所有航空公司的都在這個 強化這方面的技術 那 遠鋒哥我可以請教你一下 就是 我們今天如果講到這個 無人機的這個製造 是 它大概需要哪些設備 哪些材料 那它的流程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 流程 好的 那我再帶各位同學來 一一的介紹 首先我們從 模具方面的介紹開始 來 各位同學跟我走 好 我們現在跟著 好 我們 我們的這個 無人機的副材製造 它跟機械加工很不太一樣 它是用貼合的方式 所以我們需要製作很多的模具 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先請遠鋒哥幫我們介紹 第一扇就是一個母模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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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遠鋒哥我請問一下 是 我們要 這些母模的目的是什麼 這一個母模就代表的是一個零件 實體的零件的外型 嗯 那我們製作模具的同時 我們就是先將一個 呃 以木頭堆疊 下去把它雕刻成為一個實體的零件 然後再來我們會做一個翻模的動作 翻模的動作就是把它翻成一個模具 那大家看到是實體 所以它旁邊會有一些裁切線 包括孔位 那我們翻出來了以後 我們疊貼出來 只要照著這個線裁切出來 這是一個完整的零件 好的 那各位同學 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的 不彩模的製造 好大一個 好大一個 欸 遠鋒哥我請問一下 是 欸我看到這個我就想到 好像在做佛像那種感覺 你知道 那種大佛 所以我在想你們這個是從 阿里山的檜木搬下 翻一塊下來整個把它這樣子 削出來的是不是 呃 怎麼會做得這麼漂亮啊 這其實 來講的話 這是用 木頭的板材堆疊起來的 對 堆疊起來以後 再把我們的模具圖導入五軸加工機裡頭 對 經過精密的 車銷 對 洗出來的 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是 十幾層或幾十層的木頭把它疊合交合在一起 是的 然後變成一大塊這樣的一個材料 對 然後再去上我們的工具機把它這樣切削出來 沒錯 那這個 那這樣 因為它是木頭嘛 是 那它是不是很容易受到濕氣啊 或者溫度的一些影響啊 這些 那我們在製作上的話 就會 會不會就是有一些差距呢 呃 會的 像木頭的話 因為有濕氣它會 受 它容易受潮 對 所以在加工完了以後 我們都會先上一層蠟 哦 對 這表面有一層蠟 就是為了不要讓它吸水 哦 如果吸水的話它容易膨脹 尤其是在烘烤的過程當中 會有 會產生膨脹 哦 是的 所以 我早上來之後 好像看到很多通人在打蠟 對 沒錯 我那時候看到了 我在想說 這個 這個 怎麼還會上蠟 所以它是一般的蠟嗎 就是給木頭用的這種蠟是不是 我們上的是 脫模蠟 哦 對 所以需要上很厚嗎 還是 呃 需要上蠻厚的 因為 上蠟的目的也是為了要脫模 然後 木頭本身毛細孔比較多 對對對 上蠟 上完蠟 一直上一直上 就是為了要讓它蠟 吸附在 吊層裡面 一來可以防水 二來是 翻模以後 它才不會跟 環兩樹脂做黏合 哦 所以像今天我們 今天剛好來是下大雨啊 是 所以那這待會兒 我們是要放在一個 特別的儲藏的空間嗎 還是說 避免這個濕器 要有除濕機等等這些 呃 這方面是不需要的 哦 是 已經 已經有塗滿整個蠟了 它就不吸水了 對 濕器 可以防止濕器 附著在木膜本身 對 是是是 那我另外請問一下 就是 呃 因為早上 呃 我的了解好像是說 這個人是 阿嬤 就對了 就它 它是原始天生就對了 對 就它有很多的小朋友會 copy它就對了 對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的話 它只是 用在我們 呃 算是一個 圓形模就對了 沒錯 然後我們 待會兒看的東西的話 會 到外型 然後重新來製作 是的 這是大概這樣的概念 對 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大哥 在 上蠟的這個部分 大哥 不好意思 請問你現在在做什麼 這樣子 是 推蠟 喔 磨槽推蠟 推蠟是不是 對 讓它吸蠟子以後 都推光 是 到時候要貼副材膜下去 這個是實體膜 對 那我們要翻一個工膜 是是 然後回來以後 再用那個膜子來做 做這個實體 是是 那一般的話 它這個 有要求它的 材料的硬度嗎 或是有沒有 這個沒有 這個木膜它就是 我知道它的形狀 它是實體膜 它的實體的尺寸一樣 跟實體的標準一樣 這個 這個什麼 EOP線啊 它的定位 扣件的 定位 都是實體的 做出來的 喔 所以 那您這樣 上蠟的話 大概有要求 一定的厚度嗎 還是說 上蠟 全部上一遍 然後15分鐘以後再上 一共要上十次 上十次啊 十次以後 然後它再用那個 拋光的把它打蠟 把蠟吸到裡面去 吸到木膜裡面去 然後 再把這個 線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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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P線啊 全部裡面的蠟 要挖出來 要不要清掉 是 哇 真的是非常 辛苦 非常 還好啦 因為這個磨子 你只有這樣子 才能翻出磨子啊 要不然 你沒有辦法翻出這個磨子啊 所以我們 今天看到這個磨 算是小的就對了 還有 更大的 還是 差不多吧 應該大概 因為太大的話 不可能太大 太大的磨子的話 我們做起來 不方便啦 大也有啊 像那個也算是大的 它那是整體的 喔 所以像 如果大件的話 我可能就拆成 好幾個小的一個這樣的磨 最後再 翻的外罩 它算是引擎外罩嘛 外罩是一定是一塊一塊 不可能整體的 是 它引擎外罩應該是一塊一塊 因為拆卸方便 它這個 譬如說檢查蓋板啊 有地方檢查蓋板 它到時候再直接一塊一塊拆這樣 是 好 大哥 感謝 謝謝 好 那遠鋒哥下一站 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我們來看 哇 別貼好的 複材 我們接下來看的就是 複材膜的這個部分 我們這邊好多 師父 大哥 大姐在這邊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來來來 我們的這個 攝影器 要不要近距離 take一下 他們這真是 遠鋒哥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好 所以您應該講說是從這個部分 所以它底部就是這樣的東西 對 底部就是一個實體的零件 然後我們做 探布的疊貼 喔 所以這上面已經有探布了是不是 對 它已經疊貼一層探布在裡頭 喔 就是有一層扁扁扁扁在這上面 就對 是 是 所以我們要先上個膠 然後把它這樣 黏上 對 讓它先表面固化以後 接下來才是做補牆的部分 是 是 那 我們同仁現在在做的就是做一個補牆條的部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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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要 呃 所以它現在黏的這個是膠嗎 呃 這是環氧素質 喔 環氧素質 對 所以還要再去 等於 再 再固化的一個過程 沒錯 是 所以它這個是幾分鐘的環氧素質啊 這個 這個 工程強度的話 也都超過24小時 是是是 因為我記得我們好像都 模型飛機都是用個什麼 AP交 AP交5分鐘 10分鐘 對 那種環氧素反應的話都是 強度比較不足 喔 是是是 是 所以我們這種是 反應起來是比較慢的 通常要超過24小時 才能到達一半的工程強度 是是是 需要 進烤爐嗎 還是就是自然的風乾的方式這樣 通常是自然風乾的方式也可以 但是它達到完全強度的時間 需要比較久 喔是是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24小時過後 是 表面的工程強度 我們會去做其他的動作 嗯 就像我們同仁們在上的這些補香條 是是 以後我們才會再靜置24小時過後 才會再進風箱裡頭去做拉溫的動作 是是 讓它達到完全固化 是是是 欸我很好奇耶 這個到之後我們是怎麼把它分離啊 把這個模跟那個下面的那個木模 因為我們已經有上了托摩蠟了 上了很厚的托摩蠟 到時候的話我們會把這個背板 前後背板給它拆開來 然後它這是兩半磨 所以會從中間這裡 把兩邊給剝開 喔 所以是一種做蛋糕的概念就對了 對 沒錯 嗯 欸大哥請問您在做這個做有多久 呃 四五年了吧 哇 四五年了 哇那您這個老手 那全台灣人像你這種 這個技 這個能力大概沒幾位 所以這次您大概做過的第幾個模啊 所以這次您大概做過的第幾個模啊 嗯 目前第二個吧 第二個 對 是是 所以看到有沒有像自己小孩的感覺 這樣子 欸對 是是 這等於說從無到有的概念 是是是 所以特別的會做完了以後 假設說抹面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會特別的有成就感 喔確實確實確實 是的 對 好那 欸我看好像那邊還有一些的 波纖布是 是沒錯 所以那個部分的主要的目的是 主要的目的是 為了包覆這一些熱條 因為 這一種加了玻璃粉的環氧素質以後 它是 但是 它鋼性是屬於比較硬 比較容易脆化 對對對 然後 怕說碰撞造成它表面會脫落 對 所以我們會再上一層 玻璃纖維 讓它跟碳纖維的部分做一個結合包覆 對對對 所以 所以這樣的話 它就 待會是 等到這個做完以後 我們才放碳宣布 還是說其實在 稍後的過程 就直接把它黏上去 跟那個環氧素質一起下去 對 稍後的過程當中 就是它慢慢的反應 不會動了以後 就會直接跌步刷素質 喔 是 因為它們是同一個素質 對 所以特性是一樣的 是 是 了解這樣 哇 這樣刷完的話就會 變蠻重的 對 沒錯 是 重一點才有它的價值在 這句話有道理 對 好 那我們 這邊的話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 我們要 特別 可以跟我們介紹的 像這樣子的話 大概 大概 一個禮拜要處理幾個這樣子的膜 我這個問題可能問得不太精準 就是說 我們 大概 平常做一個產品的話 我們大概 要做多少個類似這樣 一般來講的話 這一種情況是比較特殊 所以 其實我們 處理起來 其實這個模具數量不多 對 一般我們會使用金屬膜的方式 因為這是屬於大型零件 所以我們才會用複材膜的製作 那一般做一個模具 那一般做一個模具 從木模到翻模成型以後 最少是要一周公司 是是是 那因為我們知道就是有些 我們今天剛好從學校新竹過來說 我們有經過沿海有看到很多風力發電 對 像它那個葉片來講的話 它那個也是用這種木模的方式來做嗎 還是說有 對也是用複材膜的方式 因為 對 零件太大了 在金屬加工機裡頭 它不好把整片金屬又接合的方式把它刻出來 因為 只要有焊接的部分來講 對於後續的成型過程當中 會比較有不可控的因素在 可能因為會漏氣 造深風質不足 造成材料強度不夠 對 有這隱憂在 所以像一般風力葉片來講的話 也會用複材膜的方式在做製作 喔也是用複材膜的方式來做 對沒錯 哇這麼大一次耶 這幾十公尺這樣子 對沒錯 是是 了解 好所以說其實就是我們 是針對大型件的方式 是會用這種木模 複材膜的方式來製作 那有一些小的零件我們 還是會回歸用金屬膜的方式 是的沒錯 所以說金屬膜那種來講 它本身 可能就不容易磨損啊等等 對不容易磨損 使用走起也可以比較久 對對 喔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是要去看金屬膜囉 好的 好 我們現在看看 欸學長 欸學長 來 特別 來來來 攝影機 take我們一下 這是我的學生喔 我們姨茂同學喔 你們好 去年這個時候呢 是大概這時候吧 嗯 對 我把它從勾勾肉拎到這邊來 好 差不多吧 對對對 對 然後從此 他的人生分轉 開啟他人生 來先告訴我一下 有沒有後悔啊 沒有沒有 我覺得沒有後悔 很容易可以來到這邊 來實習 這樣 也學到很多 遠風哥 遠風哥 遠風哥就是我們 照顧我們姨茂的人啊 好 那 欸 那姨茂 你可以不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說 你在這一年實習啊 你在做的這些的一些工作啊 然後 然後你可不可以談一下你自己的一些 在這一年的這個 在探機科技 這邊的這一年的心得 這樣子 嗯 那 主要 主要在這邊 工作 剛開始來的時候 就是 嗯 來學習做 就是 跟著 跟著 遠風哥一起做 組裝的 這個內容 那 就是 也是從 最 最一開始的 就是 幫忙 做一些 比較 比較 沒有那麼 複雜 沒有那麼難的地方 開始做起來 然後再從 然後在遠風哥再慢慢 教我到 我會為止 這樣子 對對對 那 我聽說你 遠風哥跟我說 你曾經 組裝過整套 我們國內 最高機密的飛機 這是真的嗎 最高機密的飛機 目前不能講的 那一位 喔喔喔 對對有有有 哇 所以你是 可能全台灣少數 具有這樣經驗的人 對啊對啊 組裝整架飛機 不是那種玩具 是整架 大概 幾十公尺 長幾十公尺寬 那種 對對對 這我不能講 我們沒有講 我們沒有講 你們不要亂講 好 就是這麼誇張沒錯 那一貓我們是不是到你 你那個工作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可以可以 還是說這個你可以介紹一下 是嗎 我介紹我工作的地方 好好好 那我們可以 大家一起過來一下 好我到這邊來 對 好我到你這邊來 你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好特別喔 你可以介紹一下 那這個東西就是 所謂的PU發炮這樣子 那那個 這個 我做的PU發炮的部分 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 就是 做的零件 有第一個零件是 複翼的部分 還有方向座 然後還有一個是 翼肩的部分 這樣子 我們帥哥 可以多check他一下嗎 哈哈 那 那為什麼會用PU發炮 然後就是因為 要為了減輕他的 機體的重量 就是讓他 不會這麼 這麼重 來維持他的一個 就是 他的 該怎麼說呢 就是讓他的這個 體動能夠更好一點 對對對對對 所以你類似說 你裡面灌的就是 我們那種 平常那種 在冷氣裡面那種 那樣一個這樣 噴下去會整個發炮起來 那種東西啊 呃 那種發炮器嗎 好像 還是你這邊有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的 什麼東西 呃好像沒有 我們這樣 套進去以後 是灌什麼東西 是灌PU的 那種 那種 就是 它是液態原料 液態原料 對 經過混合以後才做化學反應 哦 所以它是像 類似 有點類似保力 比較硬的那種 它是密度比較高的 對 對 對 沒錯 所以它泡棉 像 像泡棉 就是讓這個膜套進去以後 是 它外面再另外包覆 沒錯 哦 對對對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就會變得很輕就對了 對 然後結構也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到時候的話 那這邊從 什麼地方灌進去呢 那個 就是 直接從這個上面灌下去這樣子 那它就是 灌下去都是會有那個 一個 一個順序這樣子 它有順序 然後它就是會發出來 那它會有這個 所謂的氣孔 那它氣孔就是 排出去的時候 它會把一些空氣排掉 讓它的PU發泡裡面 不會產生一些空氣或是氣泡 那它的 會會會 會 會擠出來 但是它擠出來就代表說 它模具裡面是 完全都是 完全都是發脹的PU PU的 對 就是滿滿的PU 那它的結構性就會相對的很好 這樣子 那它排出來就是 一起把 重量排掉 就不會變得這麼重 對 我們看這個外型 好像看起來是一個 7億 對啊 就是富翼 你看我是不是很專業 哈哈哈哈 開玩笑 航空學院不是假的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複翼 昨天有跟大家介紹過嘛 在我們的機尾的最後面 好 來我們飛機做滾轉之用的 所以那那個 呃 你在這邊 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有沒有什麼 細節啊 或者是說工序 你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呃 關於細節就是 呃 有幾個要點 有一個 第一個就是 溫度 溫度上 不能太高 那 那 對 就是它的模具 它要發脹起來的話 它必須要有一個特定的溫度 對 對 對 好 就是它要有一個特定的溫度這樣子 那它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它如果太高的話 它就會讓它的就是液態中 就是產生更多的那些就是氣泡 它會 它會一直產生氣泡 所以就會讓它的結構不扎實 那如果太低的話 它就會發脹不太起來 那它發脹不太起來 那它發脹不太起來 對 然後就會搞得它的結構是軟的 軟的就會也會變得 對 就是會軟掉 那它就是很容易遇到高溫的時候就會塌陷下去 對 所以這個溫度是第一個要點 對 所以我們平常在灌的時候要 要邊加熱好像好地瓜一樣嗎 呃 對 就是差不多像這樣子 那 真的喔 對啊 對啊 航空學院算 所以是這樣子的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這個模呢 呃 這個模是方向動 方向動 對 這是我剛剛 這個小一個喔 對 這是我們用在那個 燕陽那邊的 這個不能講 要效應要效應 要效應 對 對對對 所以它的方向動就是會 就是比較小這樣子 對 那它旁邊這些都是 喔 所以 出來的 這個 這邊 這邊 TQ 出來的 這可以拔掉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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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對 喔 真的是泡棉耶 保利濃縱的感覺 對 而且它的結構性都是 都是 相當 還蠻不錯的 都壓不睡 壓不睡 喔 壓不睡 然後看一下看一下 喔 這個 就是一般的這個 類似 看起來好像保利龍 但是真的 非常硬喔 你這個捏都捏不下去喔 這個非常 喔 非常不容易 哇 太好笑了 我這樣好想去打造一台 我的PU的X5啊 這樣子 上面貼副材 是嗎 喔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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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儀茂那 後面有什麼規劃呢 就是你有在這一年有學這麼多的一些經驗喔 那如果你 你對於 如果還想對無人機製造 有興趣的這個 同學的話 或者是有些那個年輕的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議呢 呃 特別的建議 大致上就是說 大致上就是說 呃 就是我發現從 要耐得住苦 對 就是 其實從學校學的東西 到 這邊學 到這邊上班 就是 實習一年過後 就是 就是我自己才發現說 呃 就是 學校學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打 打個基礎而已 那 你如果說 技術都沒有學好的話 到這邊上班 就是 你就是會學的 比較累 所以說 在學校一定要把技術都打好 對 那尤其是實習課程 像是 飛修秉級那些的課程 都一定要學好 對 那 那就是 學弟 學弟妹們 就是都要加油 所以 就是 航空這一塊來講的話 是不能玩假的就對 所以 對 如果真的要這個 進入 航空啊 無人機啊 這些基本的概念的話 還是要很扎實 對 那尤其我想這邊的話 應該學到非常多 製造這方面的一些 這個技術 對 沒錯沒錯 好 那姨茂我們就先不打擾你 上班的 好 我們幫姨茂加個油 加油 好這個 祝他這個 這個 在這方面的話 能夠有更好的發展 好 我們也謝謝 遠鋒哥 一直給我們姨茂的這個照顧 那 遠鋒哥我們下一站 是要去哪邊的這樣 下一站 我們來看 副彩的製作 整體的流程 從領部開始 拆切到疊貼 到封袋抽真空 進入的過程 是是是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不能走開喔 你待會兒要是散人 跑去上廁所尿尿的話 你沒看到 不要怪我們 我們不會重播 哈哈 好 那我們就請遠鋒哥 帶我們到下一站 好 所以我們會先去看那個 領料那個 我們的存放區 對 布料的存放區 是是 好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過去 但是我剛才看那邊 好像有一個那個 烤爐 就是有一個烤 烤 就一個那個 三溫暖 三溫暖 這樣解釋個最為貼切 是 三溫暖 它就是好像專門在放我們 剛才那個 副彩的那個 模具的地方 對 那是不是可以先帶我們過去看一下 那個地方 可以 好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往前面走了 好 姨茂謝謝 好 快快 好 各位我們剛才的那個 副彩的模具 看一下看一下 哇不得了 我們很難得剛好看到它在拆箱 有沒有感覺好像 在進到那個烤骨的那個地方 它正在做這個 脫模 脫模的 對 哇這個應該非常難得看到 我們看一下我們師傅怎麼做 那是一種這個拆蛋糕的概念 遠鋒哥可以幫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呃 那邊 就是那個部分 那邊 那邊 就是那個部分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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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部分 那邊 就像剛才說的 那邊 好 那邊 那邊 就像那個碰瓶 那邊 那邊 就像那邊 有一個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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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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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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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看一下那個刀片喔 它那邊 所以這個刀的話就是類似美工刀的那種 那這樣它切那個副材會不會切不動啊 不會不會 它很利 喔 是不是 而且它也是算是一個消耗品 所以呢 當我們看到它刀片 類似像這樣子 有一個鈍點 我們看到這邊缺角的地方 那就是刀子不利 所以我們就要進行換刀的動作 就像美工刀要換刀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導入到這一個畫面的時候 因為這是一個柴床 我們不只要放在這一個柴床上面 不管任何位置 我們就是去要放在它的那個畫面的地方 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斧標 它就運轉了 今天如果我說我的布放在後面的話 然後我也可以這樣直接採 但是因為我已經先把布 事先擺好 對 喔 是是 是是 對 這一個小空間 好 所以我們要先準備 裁切的位置 裁切的位置 然後我們因為不知道範圍 切的範圍會多大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預覽的動作 好 這邊要有一個預覽的這個動作 喔 它就先跑一趟就對了 是是 這一個範圍是我要裁切的範圍 是是是 這跟我們那個雷射雕刻機好像 對 如果沒有都在畫那個布的裡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 開啟我們的吸塵器 好 然後它就會吸這一些布 然後再按 按下這一個開始的按鈕 這邊 它就可以開始運轉了 這 這麼快 踩完了 迅雷不其眼了 我剛剛在想錯什麼還沒下去了 這也太快了吧 是是 所以這四片代表是要疊在一起 是不是 是 哦,是是是 那這樣踩完了以後,我是不是要拿一個熨斗去把它燙平一下嗎? 通通不用,都不用是不是? 直接到下一站 哦,直接到下一站 哦,是是是 所以我們就跟著到下一站嗎? 是 是是是,哇,很難得哦,很難得哦 你現在各位同學,你現在看到是我們 航空附材完整的這個教學流程呢 平常看不到,根本看不到的 在學校也看不到,我跟你保證 我們攝影機可以再細部,再拍近一點 所以這個遠鳳哥,那這個是不是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金屬膜 那一般剛在外面看到的叫木膜嘛 木膜就是一個實體的零件 因為夠大,所以我們要把它翻成副材膜 就是翻過以後就是類似這樣子一個凹屑 然後我們就是要在裡頭疊貼 對 是的 所以 所以請教我們美女現在正在做的 這是第一層的疊貼是嗎 對 我們這個模具進來,我們都有先處理過 乾淨,有上過酒精之後再上蠟 才可以做疊貼的動作 對 磨面都一定要乾淨 我們現在先貼第一層 第一層我們要讓它平整 讓它服貼 是 它就會自己黏上去 對 這個有黏性 不會 它有黏性 如果不夠熱的話 我們可以用吹風機稍微帶過 是 是 我們這些人過來會把那個灰塵帶過來 一般的疊貼式都是五層的 會有一個做環控 對 那我們第一層之後 我們也會就是用 抽真空下去讓它更補貼 所以現在就是在做這個第一層 抽真空 抽緊它 才可以再做第二層的動作 抽先 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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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們外面的這個袋子是 是有固定的尺寸嗎 還是說 它都是有標準尺寸的 我們會用模具的大小下去剪這樣子 喔 是是是 就是會特製的就對了 也是這樣子一大捲我們再自己去裁切看要多大這樣子 不是不是都固定大小的 我以為是我們台北買那個垃圾袋 它有大中小標準尺寸的 就一個都很貴那種 對 那請教我們大姐這個 這樣子的話 我們抽的話 它的那個壓力大概是 真空壓力大概多少呢 這個一般的抽氣可能在80 這裡啦 這裡啦 沒開真空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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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吸一下 那還是我們可以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請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的話就是剛才我們大姐也跟我們講的 它有一個這個工序啊 它有一個工序喔 所以說這邊喔 大家看一下喔 這專業啊 這不是辦家家酒喔 這個 這個 像我們在學校亂搞啊 所以 隨便亂貼就抽氣喔 那大家看一下它這邊都有一個標準的程序喔 像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就有這個 它還有檢查它的這個使用的玉鏡布使用的期限啊等等啊 然後 還要再檢查它的尺寸啊等等 然後做氣密性檢查等等 所以 它的一個這個流程跟倒序喔 其實是非常的嚴謹喔 非常的嚴謹喔 所以 哇 這個疊好多層啊 對 我是有沒有看到九層啊 對 對 這邊都是 走 大家看一下喔 這完整的倒需要貼八層 貼八層喔 就是 這個六層 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 這個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不是Q喔喔 不是喝飲料的 這個是 這個是 那個我們探宣布的方向 然後 然後最外面跟最後面一層的話 它是貼那個 那個 波線布 喔喔 所以它這個是有一個 很完整的 流程喔 那我們大姐 現在就是開始在 做一個這個抽真空的一個流程喔 那怎麼知道呢 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 大姐他們 這個我們遠鋒哥他們都非常有經驗喔 所以他們這邊的話是膠帶把這邊 貼緊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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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您看一下它還要在 這個檢查它的一個 氣密的這個部分 這時候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 來抽這個真空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請鏡頭 就是往裡面照一下喔 所以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這個波線布喔 你再乖 你都抵不上大氣壓力喔 它都會把你在每一個角落 都給你壓得緊緊的 跑不掉喔 那這樣的話 呃 這樣的過程以後 那它這個布就會非常的平貼喔 非常的平貼喔 那這樣的過程是 對不起喔 那這樣的過程大概是要 抽 抽10分鐘 喔10分鐘是 喔 是 所以 10分鐘 完了以後 就是再 照上 貼第二層就對了 喔 是是 但我 都會抽 喔都抽 所以說 因為我看這個模具 因為我剛才看這個模具 好像是只有底層這邊有嘛 所以像 對 所以像其他邊邊就是另外再切 對 然後再貼就對了 對 對 哇 那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貼這個基本上是最簡單的一層 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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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 它這旁邊都是曲面 都是曲面 都是曲面 你這個 它這個 就是我剛才講過手機套的概念 你貼最底面很容易 但是你如果要貼到旁邊這一塊 然後貼得很工整 然後這個服貼 哇 這個就是技術 大姐請問一下 您在這邊 這個大概做了多久了 類似這樣的工作 如果從事這樣子的工作應該有三年以上 哇 對 封袋如果你進去破袋的話 你整個產品都是 就報廢了 對 就報廢了 你疊貼再多漂亮都沒有用 對 我不太了解 所謂封 破袋那個是 是什麼意思啊 這樣 指的是 可能袋子有微小的破洞 導致你說進爐的時候 它本身有真空在吸嘛 而且我們會 加壓 加壓到 6公斤 對 那壓力大的情況 實際下它整個袋子就會爆掉 對 對 爆掉了 就完全沒有真空力 也沒有外展壓力 所以 布跟布之間就不會很貼合 它的貼合性就會影響到 是 哇 那真的是 一關一關不能馬虎 要 要很謹慎 很小心 因為這個成本都算蠻高的 是 所以 碳纖尾為什麼會貴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剛才在你們會議室看到一個 那個 碳纖的背包 我們那時候在想說那個背包 價格是不是上萬了 這樣子 那個 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待會搞不好 遠鋒哥大概會送你 那個 碳纖背包這樣 那個碳纖尾背包的話 它 本身是 國外廠商 幫國外廠商代工的 喔 就只是做外面的殼而已 是是是 哇 我看那個 應該這個價格不得了喔 如果成品的話 這樣子 如果成品的話是非常貴 就像同學們很喜歡玩電競 你們買的電競電腦 如果外面有 carbon fiber的話 都是相當相當貴的電腦 對啊我都不曉得那個跪哪裡 不就是 你又不會去 重摔幹嘛 你每次不會 你不會這個 打到這個Keymo 賣去摔你的電腦 我不知道你要 一個探先的電腦外客要幹嘛 質感 好看 我賣你貼紙啊 很便宜啊 十塊錢就有 這樣子 是的 好 我們不要再打屁喔 影響我們大姐這個工作 好 所以我們待會可能 十分鐘以後 我們再回來檢查一下 看DAT二層 好的 開玩笑 開玩笑 好 謝謝大姐 謝謝大姐 好 那所以遠鋒哥我們下一站就是 最關鍵的一站囉 對 那就帶各位同學去看看 我們在傳情過程當中 使用的機具 熱壓服 是是是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也請 最重要也是最貴的 最貴的最貴 遠鋒哥你先請 我們跟著你走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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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